而有关于花林县议会 1号删减花林县政府112年度 建设类道路改善工程 2亿多元的追加预算案一事 遭到恶意抹黑的15位县议员 4号花林县议会召开了联合的记者会 还原了当时的情况 痛批谣言扭曲事实 恶意散布假的信息 无法捍卫县民的权益 只会让府会的关系更加的恶化 不能再修修补补 因为0918替震了以后 那全面性的修修补补 我们小组协议是说 应该说1930属于我们花林县 沿路最风景最美的地方 希望说从我们坎林以6100万 希望从我们中央路的议算 因为中央路的议算是比较干净 道路还很好 从那边来补明年追加预的议算 前线的话重新铺设 这是我们对6100万的佣意在这里 没有说今年坎林算 但是现役议算 然后现役议算的话 明年追加预算就可以补上来 中央路的这个1300万 这个中央路的1亿3千 那个经费啊 是我们跟我们小组有沿线看完了以后 也整个路面还很好 他还有一个标 自己今年他自己有标一个4千多万 就从中央路到中央路这一段了 我希望说希望花莲县政府啊 极力向中央申请 把这个沿线全部铺好 用中央的议算 这才是我们的小组应该要做看紧荷包 然后这几天的 现政府的抹黑啊 让我们这些议演啊 有的心理上啊 这个是很恐惧 我是极力支持 我也谢谢现政府有编这个预算 那也谢谢我们建设小组的所有的委员 大力的支持提醒大会讨论 这个逐条讨论的我是极力支持的 那在这两天的媒体 演变成我们议演 打议演 议演在说我们议演的不是 然后呢 昨天更在南区开了记者会 然后说黄麟岚打假球 我在这里再次的重申 在会议上有记录 也有影片可以看 我大力的支持 我也谢谢花莲县政府 花75线道路改善了3000万 表决的这个结果 那变成是花莲县政府 就透过可能也有议员 自己不了解这个议事规则 那包含刚刚黄霖议员所讲的 昨天南区议员有记者会 这个我们听了是很伤心很难过的 议会同仁的情谊 变成议员在攻击议员 议员在抹黑议员 那可能资讯的不全 也有可能县政府的操作操弄等等 我们非常不乐见这种情况发生 为什么 我们一起监督的对象是花莲县政府 不是议员要监督彼此互相监督 而且是用不健康 而且用不公平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跟思维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是真的极力的反对 我们也真的是非常遗憾 所以才会有今天 在南区有这样的一个 未表结议员的一个事件 没有举手的议员就被这样子来做一个不适的指控 其实这一小组审查就已经非常的清楚 这个案子必须要逐条的来审查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是把这个每一条逐条的来 把这样的预算来好好的把它来做审查 这样对我们的相亲也是一个交代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紧接着要开我们临时会 我们呢 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议员 也会好好的监督幸福 来为我们相亲来做一些交代 我们在座的议员